那刚刚会录进来的这个媒体 就是那个影片还有音乐 在上方这个素材区 下方是我们的编辑区 然后右方这个是预览 预览的画面 那我们要把影片呢 放在这个音讯这里 视讯这边 视讯鬼 这视讯 这是音讯 然后这特效 有两个 你可以植母鬼 植母的 植母画面 T是文字 我们后续会讲到这个 那先把照片影片放在这一轨 我们全部都是影片 所以点第一个 按住Shift 然后点最后一个 音乐先不要进来 先把九个影片 九部影片全部选起来 然后拉其中一个拉下来 最左边就是开头处 这边是播放的开始 右边是结束 这是先把它拖曳下来 那拖曳下来之后 你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现在第一个影片镜头是正式家庙 然后第二个是这一部 那个是城华庙 有没有 那我可以调整顺序 比如说我要把那个 市政府 市政府在最后面一个 有没有 市政府在最后一个 那我把它拉到最前面 我就选它 它是音讯 影音嘛对不对 上面是影像 下面是音乐 那个背景声音 现在是连在一起没有分开来 所以我在录的时候是影像还有杂音都进去了 等一下我们要把杂音关掉 那我把这个影片按着它 按着左键拉 有没有 拉到最前面最左边 最左边就是最前面 然后放开之后它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我要选最下面这个 插入并移动所有片段 它就会把后面的市政府抓到第一个来 然后把原本第一个的正式家庙移到第二 第二个画面 那这个是刚好在头尾 如果中间的话 比如说中间市政府 那个圆缓 圆缓这个 东门城这个 我要把它抓到第二部来 按着它 拉过 市政府后面 好 那也会出现这个画面 放开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一样 插入并移动所有片段 那原本第二部是那个正式家庙 就会移到第三部来 有没有 好 那刚刚抓过来的这个位置 它在中间 它会空下来 它不向后面拉出来没事 它在空下来 那怎么办 好 对着空白的地方 按右键 按右键 移除空隙后 移除和移动所有时间片段 有没有 时间轴片段 它就接过来了 好 把原本空的那个要按右键 把它移除掉 它就会把后面接上来 好 这是先把素材拉下来 视讯轨 好 然后调顺序 好 调顺序 来 对 对